这一次法会为什么选大方画王金刚的父母 因为昨天是四福 四福给大家福分 昨天的是四福 今天的最主要是四这个健康 没有健康 就是福给你也没用 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个健康最重要 人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你有了健康的身体 你才能够有那个福 就是福给你了 福分给你 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这个福分也是等于零 然后我们 这个沉床方啊 讲笑话 常常讲一句 我们活着来 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但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啊 你至少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至少你身体要健康 修行也是一样 你要修行 你要有健康的身体 你要修法 你也要能够做得住 虽然可以观想修 但是你如果 你全身都在痛 全身都在痛 必然影响你自己的修行 也是影响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人生啊 就像梦幻一样 如梦如幻 人生如梦如幻 在这个如梦如幻之中啊 你本身也要一个健康的修行 身体来修行 一个健康的身体来修行 就是没有健康的身体 就是没有健康的身体 也是什么都是空的 什么都是空的 那我们今天 昨天呢 是修福 今天是修健康 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 你的脑海清明 你才能够有智慧 所以健康啊 也等于是智慧 你有了健康的身体 你的智慧 有了智慧 这个福 会 健康的身体 就是等一个三角形一样 这边是福分 这边是智慧 交接起来 这是健康的身体 一个三角形 一个三角形一样 大方画往金刚啊 就是一个三角形 一个小子 它的所印就是一个三角形 中间一点 然后分成两 分下来 这样子 大方画往金刚 它本身也象征着 至高无上的大灵 宇宙之间 至高无上的大灵 是阿达尔玛佛 本初佛 画现的 大方画往金刚 最高的顶 然后再分下来 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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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灵状 所以就会 那边是这样子的